我叫熊 黎花熊 我做了六十多年 我跟爸爸有幾歲 沒有讀過詩 現在我退休給兒子 有些做街市 有些是漆海 五、六歲已經開始跟他下船 在艇裡長大 然後跟他賣魚 到街邊走軌 香港這個漁港 有一群人一生漂泊 他們正正扎根在香港 一直為我們提供最新鮮的本地海鮮 名廚David從美國回流後 十年前開始每天逛街市 因為太愛本地海鮮 愛到要出書紀錄 2014年他開了法菜小館 更多次打入亞洲五十大最佳餐廳 漁民捉魚有很多種方法 郭熊家族世代傳承的就是浸籠 這次David就和郭熊家族 一起出海體驗這個傳統 對呀這行是最年輕的 我想香港還過香港 都沒有什麼年輕人做 都四十多歲了 泥鰻熊家族至少有三百個浸籠 一天捕捉百斤的泥鰻 除了拿去自己街市的店舖賣之外 部分還會批發去香港仔的魚市場 是有名的泥鰻大王 我們尊於浸籠 沒有東西捉不到 捉蜜蜂、辣魚、筋骨 石斑都捉到 你們一向都是青衣嗎 青衣 青衣很多年 我爸爸和爺爺那一代都在青衣 我爸爸已經過八年了 以前那裡是個灣 田了我們就過來這裡拍 以前我們就是那些 一家七口就住那些木船 是近這十多年就沒用 那些速度很慢 是走油的 別說現在人家住的房子 都不大得太多了 都想像不到他們 還是用這麼小的艇 還用手做的龍 這些是龍 這些是竹尼蚊龍 那些是金鼓龍 金鼓龍的眼睛要疏一點 它看到的 它不入籠的 這些是竹尼蚊龍的 這些鐵龍只有泥蚊紅色做的 以前是用竹做的 現在就已經轉了用鐵了 織一個大概需要兩個小時 又是大陸有賣的 又是不過是貴的 很貴的 八幾元 我成本二、三十元而已 三個是定期一瓶 真的可以叫定期 因為放進海一定會是爛的 放進海一定是山手的 因為有鹹水 這個龍鬚 捉不捉到魚就在這裡了 那這個原理是怎樣的 這個你教得挺棒的 那些魚有日就沒有漏 走一下 泥蚊龍就不會來的 那些魚通常是哪個撈進海 這裡 你走一下我就沒飯吃了 這個是放麵包皮的 那幾多個龍 一百幾十個 都要很多時間了 很多時間了 差不多幾個半天了 由實而打掃的蛋櫃 由蒸而打掃當然是旺季 有肥有龍 丁九 蒸華灣、塔利灣 新井那些 田門也有 生地的日日收 現在就兩天生日一次 但我們不會落標記 落標記是怕被人偷的 我們是靠人力扯的 沒有機器攪爛球攪上來的 當作做運動 這個有 哇 好多 幾條 有這些不算多 有沒有試過找不到這些龍 有啊 經常有 找一些特別的位置記住 這些石是聚魚的嘛 高低不平 很多的魚躲進去 石的地方用一些浮水的繩子 魚泥的地方用一些沉底的繩子 你讓你扯吧 你讓你扯吧 你站著這個位置 扎著馬 有沒有 小蜂蜂 抽牠上來 是卡住了 要慢慢抖一抖 很多東西卡住 牠們一天有百多個龍 可以做到 我想我做到十幾二十個龍 都會透笑 給點力 有 有 有些大石斑 你吃到的泥蜂 很大條都有 因為這個位置 頭十斤八斤走進去 一走進去就沒得出來 一磚進去 高峰期我們也有二百個 一天也有試過一次 不停地收 厲害 魚品牠們不知這麼多 更多 即是很昂貴 下一個最厲害 過孔的時候 有孔 用一些龍上來 要放一些魚泥下去 捉蟹一轉 然後這裡又要收窄 然後魚走出來 魚一到尺 就會流出來 除非很多天 有頭角尾 有流的地方 有些牌位才會聚魚 現在野生的 其實都少 很多養的 在街市 很多養的 在街市通常都要養 是 三蚊 六蚊羹 以前最貴的幾年 六十四蚊 最貴八十 早前很好吃 一些是蒸泥蜜 蒸果皮 不僅使老人家吃 老人家發脾 很多人都會吃 是嗎 上等魚 很棒 水上魚 通常是怎樣煮泥蜜 好 很簡單 很多小碗冬菜 蒸魚 煮泥蜜 多數碗冬菜 我會選嗎 沒有 因為有時候都不知道 在哪裡 不懂得選擇 冬菜和泥蜜 最合格 滾了就行了 即是先放了一半蔥 炮一下蔥的頭 有些臨味 對 香一點 我爸也是 試過二個次風浪 差一隻船都沉了 才沒有做 好像我的兒子喜歡做 沒有記者 讀書又不多 不過很少有今次今日 可以整家人都一起工作 幾個兒子 就是這樣 每個人都做幾個生意 很鮮 沒試過立即捉上來 這樣 這麼新鮮的煮 還有還要看著捉 跟冬菜的味道很配合 那些油 它是有自己特別的香味 始終它不是很貴的魚 其實性價比例是很高的 金谷它是有少少 尤其是旗位是有些苦苦的 有些金味的 是這隻魚特別的地方 這個汁有些檸檬 橙 黑椒 香草 因為這也是傳統的 都好像剛才那樣說 是幫它保存的東西 所以味道偏靠 重一點的味道 就可以擠久一點 不會腥 一個泥蚊 一個金谷都不可以下光 它的糖煮了檸檬皮 橙皮 不多不少都會 劈了苦澀皮 皮吃完都可以 不過這個階段就要少許時間 甜甜酸酸 即是開胃 以前那些沒有雪櫃 一盤早上做了 到晚上吃 你都不會說魚變聲 有些還特地醃它 即是今天醃明天才吃 第一次 好吃 其實只有它說中 是那些鬼佬五樓汁 原來泥蚊都可以這樣做 還有一些橙 檸檬 其實又好像少許果皮 那個效果 外國人那些 他們不是那麼多人都喜歡吃魚 拿一個重一點味道的醬汁 其實這個醬汁他們傳統是用來煮鮮的 意大利人 因為鮮多泥味 醬汁就披露了那些味道 做完我兒子都不能做 每個人都搬運船 那些事要跟著我不會搬運船 沒可能不做 帶五代就不做了 做得很誇張 有得很誇張的 那些鐵線網都沒有人開始製造 又沒有魚餌 麵包皮那些又沒有人收 那些有很多步驟 所以我想都適微了 直揚行業可以這樣說